神情紧张 眼神飘忽 这不是审讯现场 而是真实拍摄于1982年 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向自己忠实的属下 翻发勋章式的现场画面 按理说 这本是一个让士兵们高兴的时刻 但为何画面中的这些士兵 脸上却没透露出丝毫喜悦 反而神色紧张 眼神飘忽 几乎没有一人感同萨达姆进行眼神交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些士兵恐惧萨达姆 所以即使自己荣获奖章 也丝毫不敢轻易放松自己的身体 从视频中看 本次接受勋章仪式的伊拉克士兵 有数十人之多 他们清一色的身穿伊拉克军装 头戴军帽 整齐的站在一排 默默的接受着萨达姆的奖赏 而萨达姆也是给每一位的士兵 亲手佩戴上荣誉勋章 虽然整个受章的场面十分简陋 但萨达姆亲手佩戴的这个举动 仪式感还是有的 虽尽管萨达姆表现的有多亲民 但这位大胡子士兵的举动 还是暴露了萨达姆的本性 在萨达姆低头轻声询问他时 这位士兵的眼神则显得是十分的慌张 不自觉的上挑和偷瞄镜头 生怕下一秒自己就会遭到清算 整个人把谨慎小心 又慌张的神情表现的是淋漓尽致 但好在是有惊无险 随着萨达姆笑声的传来 整个场面的紧张感也就缓和了下来 两人在一个友好的拥抱中 也就结束了这尴尬的气氛 随后我们还能看到 脸部受伤和拄着拐杖的士兵 也来到了现场 接受了萨达姆的荣誉受账 而1982年时期 也正是两一战争时期 萨达姆在美国与苏联支援 大量武器的情况下 于1980年9月 正是同一浪进行两一战争 而这些荣获奖章的士兵 也正是两一战争中 那些获得军功的伊拉克士兵 从1979年 萨达姆正是尚未成伊拉克总统 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 他的政权被推翻 萨达姆一共对伊拉克统治 长达24年之久 而这期间 他的执政生涯又充满了争议和复杂性 不仅实行了以石油工业为中心的 高速全面发展的经济方针 让伊拉克迅速的富裕了些 还在上世纪80年代 就已全面实行了免费医疗 和国民义务教育等惠民制度 但他同时又实施了一系列的 扩军备站等措施 被西方人称为暴军独裁者 使伊拉克人民陷入了 水深火热的艰难困境之中 那么回顾历史 你眼中的萨达姆 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到底是暴军独裁者 还是一个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呢 优优独裁者 优独裁者 唯一